國會調查編團的製工比較有舊癒 那主要是想要超越 因為上次我們去那邊的上次也要來提案 然後就是想要介紹一下這段時間 我們又多弄了一些什麼東西 那這是我們的網站 就是cx1.tw 那這是我們的首顏 那其實首頁我們就有寫我們這網站的目的 就是我們希望他這個可以是 讓大家要了解立委的第一站 那但是因為你要收集資料的話 不太可能只靠就是少少人去收集 所以我們這個品牌基本上有做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希望集合重的資歷去累積立委的履歷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邊直接就是去 相較可能其他就是直接註冊 然後註冊之後就可以直接來這邊去回報資料 那另外就是說馬上找立委 如果你現在還不想要來回報資料 想要來看有什麼資料的話 那你就可以從馬上找立委來回報資料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東西 我如果在想 如果一天我們有十分鐘可以關心社會 我除了抱怨除了看民主委批評實證之外 那我們可以累積神網 因為這麼多的時間過去 我們我相信大家都會看這段節目 然後我們也都會去碎碎唸 可是這樣唸下來之後 我們有累積的神網 對 所以我們就想一下 除了Vigo 吳玉說除了Vigo 你會記得他三年前就有什麼法嗎 你會記得他兩年前說過什麼話嗎 你會記得他曾經上過什麼新聞節目 或是電視節目嗎 應該是不會 大部分我們都 至少我可能只記得Vigo的事情 對 那可能他的選區會記得多一點點 但是我相信也不多 所以其實人的記憶是很有限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選立委的時候 我很可能去關注了之後 他那一年發生的新聞 他更久之前的新聞其實我不會記得 但是那個東西 他是不是應該是頻段的依據 我認為是 應該是的 對 因為我們看一個人 我們跟一個人建立信任 其實是必須要有長久的關係 好 那Google他可以收得到什麼 他可不可以收得到他身體性修行法 可不可以收得到他講了什麼話 可不可以收得到這些新聞節目嗎 不是不行 但是越久遠的資料會越難找 特別是我相信沒有多少有耐心去看到20億的資料 對 那你今天如果在Google上面搜尋的時候 一定是比較新的資料 就會排在前面 對 所以我們想法就是監督從收集開始 我們現在看到了什麼 你就把它全部都回報到這個網站 那等到201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可以去累積一些 可能在那個時候要Google 卻不容易Google到的資訊 對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一天只要順手一分鐘 因為像我現在我自己的話 就會變成我只要有看到立委的新聞 其實我就全部都會丟下來 但是在這段時間其實我們都會去看 就是說 其實各個媒體他們都有自己的 國會頻道的記者 那我們會發現其實老實講 每天事實上是都有一些立委的資料的 可是因為那些新聞老實說他都不是亮點 所以他也不太會被FV轉貼 如果不是可以去收其實根本不會看到 但是不會看到代表沒有嗎 不是其實是都有的 對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每天可以花一分鐘 然後就是搜尋 譬如說當天有哪些立委的資料 就來回報的話 那一年下來兩年下來 我相信那個累積的資料就是可以很充足 所以我們會覺得監督從看IBOD開始 那我們在接的過程裡面 就是我們這一次 多接的資料其實有 主要是這個虛況 那除了就是說這幾塊都是從所謂的立委投票指南去 接的資料以外 因為我們在在出去那個面對民眾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現很多人他是根本不知道 有立委那立委這個東西的 那其實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後來我們就把一些東西 就是把他的相關連結全部放進來 你竟然不知道嗎 不然我就放在這邊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跟他有關的 所以譬如說也盯手中來講 當立委這個時候 就會直接去連到盯手中在立委的這個list 那時候我們就是一個一個去把這個link 去把他找出來 然後把他放過來 那如果是公督謀的話 公督謀的這個頁面 大家可以去找他看要去哪裡找出來 對可是我覺得這個動作他是有一個參考價值的 就讓你知道說 之前公督謀他做過的評鑑 對這個人的評價是什麼 那另外就是國會武裝有在做立委 所以我們都去引到他們的相關資料 因為大家做的資料其實都是不同方面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他就是一個藉口 然後去把他連出去 然後另外我們這邊的話 政治現金跟投票指南法 就算他其實都是接現有的那個 立委投票指南跟國會大賣資的資料 所以他的差別只是在資料的呈現上 做一些些的調整 但是其實嚴格來講差異沒有到那麼大 那差異比較大的部分主要是公督謀的部分 因為那時候我們拿到的資料 他是比較屬於數據型的 那當然數據型的資料他是繼續要有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就對一般使用者來講 看到數據的時候就會有點不知道他的意義在哪裡 對數據是要互相比較的時候才會比例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到底要怎麼樣去呈現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到一個東西 我們都加了平均數 那這樣子你就比較可以知道 雖然平均數不是一個很好的 在統計上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數據 但是他很容易懂 所以他就可以讓辦公室去知道說 至少他的書寫率是比拉平點高 那蔡正宏不用講他就是比較低 對就是你就可以很快看出來 你即使不看數字 你看這樣長條圖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較 那提案的部分我們也是在想說 怎麼樣去呈現的比較好 那我們就是用icon的方式 對 所以這邊有幾個提案之後 就會出現幾個holder的圖 那預算案的部分也是 那對下面的評鑑的話 就是一樣就是用圖比較好方式 那因為加減跟指標 我目前沒有看到更好的呈現方式 後來還是就是把數據把它放上去 那我們這邊也都會去提供就是這些的作業辦法 就讓真的有興趣 呃再看得更細的朋友知道說 喔那我們是依據他 他當初公眾網為什麼是這樣去評分的 知道說他們的一些規則 對 那這個是我們在這段時間的時候解 那我們更後面的話也預計就是會希望說 把這些的數據 就是可以再去做更多其他的圖表呈現 那當然也是希望說如果有人有興趣 也歡迎就是一起 因為我們這個是有API的 那API的資料我們是放在 這個賓款計畫說明裡面的 有一個開放圓碼 然後這邊的API階階文件 對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我們想到的成績方式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更多人 有其他的創意可以想出可能更更景便的方式 然後甚至說更適合可以做參考的統計數據 那就是歡迎來接這些資料 那公眾網部分這個API全部都有寫 然後文件創意都有在你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可以來接這樣子 那在但是照顧網站上 因為我們需要累積大量的資料 所以就是請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到網站註冊一下 對然後關心你自己的在地利益 對那這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